2013年遠見雜誌 22縣市長施政滿意度調查 結果出爐 其中新路線成績亮眼 邱鮮黨更是創下任內最佳的民調成績 在五星滿意度評鑑上 從去年3.5顆星進步到4顆星 今年更持續進步從4顆星躍升至4.5顆星 邱鮮黨的施政滿意度 從原本2012年的54% 直線上升來到2013年的66.6% 一百分之二十三點三的成長比 不但是創下任內最佳民調的縣市長 同時也再次獲得最佳進步獎 幸福團隊在同心協力之下 在眼見最近的民調裡面 可以投到第一個 招商就業的部分 第二個就是觀光休閒的部分 兩項名列一等的縣市 就代表了我們大家努力並沒有完成到 謝謝我們陳議長社會團隊 謝謝我們鄉親朋友的給我們支持 我們會更加加油 珍惜我們鄉親給我們的鼓勵 在八大施政項目施政滿意度調查上 修憲在經濟就業與觀光休閒 名列一等佳績 其中在經濟就業方面 縣府積極拼招商獲得鄉親 百分之五十二點三的滿意度 名列一等縣市 縣府積極創造友善投資環境 七十二小時內發照 協助設廠案順利進行 近期內重大的投資案 更包括台灣食品業龍頭 統一企業於虎口鄉投資一百億元 創造了兩千五百個就業機會 同時專門生產表面活性劑 應用塗料領域的英國海明斯集團 確定落腳新竹縣 預估創造一千個就業機會 年產值估計達到二十億元 而在觀光休閒項目上 一百分之七十七點一的滿意度 同量名列一等 出現場上任後 將觀光休閒列為重要的施政項目 舉凡藝文活動 套裝旅遊 愛心自行車 推廣線內自行車步道等 都是歷年來重要的觀光施政措施 加上今年三月才成功舉辦台灣燈會 運用當地的動漫科技特色 並且整合產官學研以及國外資源 創造不同於其他縣市的創意燈會 十五天活動吸引了一千兩百六十八萬參觀人次 遊客整體滿意度更是高達百分之九十八點八 國際創造經濟產值一百一十億元 獲得四點五個新的肯定 滿意度的要是南普全國 可以做是明年前吧 我想啊 這個農書啊 可以說這是這個 在我們這個所有的縣頂啊 長度的努力之下 有限定我們的成績 燈會辦得非常的成功 你從五十幾%的滿意度到六十幾% 現場也沒有沾沾自省 我相當的肯定我們現場 而獲得二的滿意度成績的有 教育百分之六十三點六 環保百分之六十八點二 道路與交通百分之五十六點九 醫療衛生百分之七十一點七等項目 蔡先生感謝鄉親及議會的支持 表示獻服團隊要繼續努力 為獻民的幸福打拼 繼續祝福